如果不是来到渣打县,我永远不会知道,千万年前的一次地壳变动,湖水消失,这里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土林奇观,海拔三千七,坐标西藏阿里,穿越一百二十公里无人区,再翻越像是六道轮回的盘山道,才能得见。 兴罗齐步的山峰,风化波石而形成的独特地貌,陡峭挺拔,雄伟多姿,弯远的巷犬河水在土林的峡谷中静静流淌,名利的晚霞赋予土林生命的灵光,四一座座城堡,一群群雕楼,一层层宫殿,层次错额,一态万千。 张开臂膀去拥抱大自然,此时天地间起伏的风都为我而动,人生如逆旅,你我亦是行人,水到绝处是风景,人到绝境是重生,金陵岂是池中雾,一遇风云便画龙,一朝红日出依旧雨天齐,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两步便是天堂。